一年一度的中元节又到了 享誉国内外的大山脚伯公城大士爷 今天早上举行开光仪式 大批的善信前来摩拜 祈求和家平安 事事顺利 今天上午九点 大批信众陆陆续续的将祭品如汤圆 纵紫 三生等准备好 以便在大士爷开光仪式之后拜祭 祈求和家平安 事事顺利 在上午十点 三庙众礼士手持轻枪 在道士的带领下进行开光仪式 大批的开光 大批的开光 平安顺顺利 由于大社爷金身高度 已经达到了铁棚架顶端 因此高度维持在27尺 但是腿部的设计 比往年的更加宽阔 让大士爷看起来更加的宏伟 我们大批的金身 最常是关道是不关了 问题是它做 它跟本身做的 更夸命了 因为我们的关道已经 没成功了 没成功了嘛 所以我们就做大批的策略 我们就做大批的策略 比较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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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再按照过去的传统 每年提升大视野的高度 一寸 NTV7 槟城采访报道 我们就做大批的策略 比较坏 比较坏 比较坏